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秀榮 国税局规定 所有的雇主都要在1月31号之前 将W2表格交给雇员去报税 假如你到2月15号 还未收到W2表格 就应该先跟雇主联络 假如雇主仍然不肯发出W2表格 雇员是有权要求税局帮助追讨 那个电话是800-829-1040 假如雇主的公司已经倒闭 负责人也找不到 雇员是没办法拿到W2表格 那怎么办呢 就应该用一张4852表格 按住手上申筹资料 尽量填在表格上 就用它来代替了W2 但是请你记得 4852表格 都是要寄出给社会安全局 假如雇主所发出的W2表格内容有错误 雇员应该先要求雇主修改 假如雇主不愿意修改 雇员也可以用4852表格 填上正确的资料 然后连同报税表一起寄入税稿 假如寄入报税表之后 你收到W2表格 表格上的收入是你没有在报税表当中申报的 千万不要不理 或者留下明年报税的时候才处理 应该是做一份1040X表格 去更改已经缴交了报税表 不过你应该收到退税之后 你才修改你的报税表 我是林修荣 下次再在理财分本中见面 呢